王宝祥和马荣闹出轨风波那一年 导演界也出了一桩惊天丑闻 已分拍武侠剧出名的著名导演 竟发现妻子与干儿子关系不当 出轨经纪人算什么 据张继忠自爆妻子樊兴曼 和自己的干儿子萧綦有一退 此事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毕竟张继忠比现任大18岁 而现任又比干儿子大十几岁 如此劲爆的三朝恋 不免让吃瓜群众直呼 鬼权争乱 正当大家群情激愤 把樊兴曼当作第二个马荣时 事情来了一个360度大反转 消息公开否认与樊兴曼有染 樊兴曼也连夜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先是否认出轨 只有又曝光张继忠转移夫妻财产 还在美国养小三有私生子 言语中隐隐内涵 小三是张继忠当时的助理杜兴林 张继忠没有想到自己会被阴着了眼 黄芒澄清两人只是工作关系 杜兴林也出面回应 对此事并不知情 还不屑地表示不会和一个疯子对骂 不过很快张继忠就被扒出 向杜兴林转账房产的记录 这样的员工福利为时不多见 也难怪樊兴曼在社交平台上 阴阳怪气杜兴林是天真无邪 才会一无所知 舆论成功来了个两极反转 可这波反杀让张继忠恼羞成怒 他闯入樊兴曼的房中 和他撕打起来还砸破大门 连樊兴曼的手机也被他抢走 结果被樊兴曼喷了一脸的辣椒水 最终两败俱伤双双受伤入院 一场婚姻走到这个地步 也早已经没有了继续下去的必要 在签署过离婚协议之后 樊兴曼或三亿财产潇洒离去 但或许时间真的会把感情冲淡 谁能想到如心闹得不可开交的他们 也曾经有过一段恩爱时光呢 如果抛开张继忠当时的妻子不谈 那么彼时和樊兴曼的这一段两情相悦 或许确实算得上是家傲天成 1988年张继忠被派往中细进修 命运的安排让他遇见了来串门的樊兴曼 那也让原本高谈阔论的他瞬间进了声 仿佛是忘了自己已有家事 他开始以借书的名义频频接近这个才女 而命运有时就是那么奇妙 看见樊兴曼宿舍里贴着他早年主演的《五恋海报》 张继忠才得知这个比他小15岁的姑娘 居然是他的忠实粉丝 不但他自己连樊兴曼也感到惊讶 他很难把自己面前宛如刚刚荒岛求生的鲁宾逊 同他青春时的男神相联系 但不管怎么说 昔日偶像近在眼前的机缘 另两颗星的距离 自此慢慢拉近 清修结束后 张继忠追随着樊兴曼的步伐来到央视 从同学到同事 这个大胡子深深吸引了樊兴曼 男人不顾身份阻碍正式开始同居 这一同居就是12年 不同于受男人庇护的小女人形象 在事业上樊兴曼是个彻彻底底的女强人 东方时空八年的编导 感动中国九届的总导演 每一道央视精品节目都有他的参与 就连马云也的私下与他结为好友 可以说没有樊兴曼的张继忠远达不到如今的地位 可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却愿意十年如一日 无名无分的跟着张继忠 此时的张继忠早已生出了离婚的念头 可他最大的阻碍不是第一任妻子王丁 而是那个身居高位的岳父 耗了整整12载老岳父一蹬脚 张继忠就迫不及待的踹开糟糠之妻 引起樊兴曼入了门 可彼时的樊兴曼只怕还不知道 自己终有一天也会步上这位前妻的后尘 如果做不到让自己永远年轻 那就让自己的妻子一直年轻 深谙此理的著名大导演张继忠 在串尿第二任妻子之后 转身就娶了比自己大女儿 还要小上四岁的贴身秘书杜欣林 尽管张大导演此前在采访中 拒不承认与助理有亲密关系 但与前妻樊兴曼离婚不到三个月 她就几乎无缝链接的与杜欣林领了证 为维护这个比她小了整整31岁的女人 这个出尔反尔的老小子画风一转 改成杜欣林不是什么助理 而是留法国的博士 还晒出结婚照 立正两人是合法夫妻 老牛吃嫩脚的套路 在张岛这里早已经是屡见不鲜 能读得青睐 杜欣林自然有她自己的独到之处 这位合法妻子每每出镜都身着古装 即便打着留学博士的招牌 但思想却仿佛还停留在旧社会 看着两人的相处模式 你简直会怀疑是不是穿越到了封建王朝 对张继忠这个丈夫 杜欣林要恭恭敬敬的换为老爷 老爷吃个饭 他都得站在旁边伺候 日常伺候就是为老爷研究长生不老之法 在追求男女平等的今天 封建残留的糟谱 竟然还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 作为女德班的代表 他大肆宣讲三从四德 张老爷在家就是天 在别人都当爷爷的年纪里 张继忠却能老来得子 不得不说除了老张本身老当一壮 杜欣林的尽心尽力也功不可没 为了给老爷生儿育女 他不惜做了三次试管 甚至途中几度修课 才为老张家喜天灵儿 有了儿子他又马不停蹄地带下女儿 是要让一儿一女凑成一个好字 如今的张继忠 膝下四个儿女可谓是镜享天伦之乐 但年近古稀的他 会和这位少妻再走多久呢 或许只有时间能替我们作答